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任夢幻醒 海底锦鬱的沉睡 银香星河 在我蓝色的星寒停泊 远方的是个藏进漩涡 小雨泪中会化作泡沫 想念的云随着风 前落我依然记得 心在天高海阔 初灯火一起看日落 谁的梦又不曾美离过 我何曾失火 情在白雪梦境 头灯火 梦又谁经过 人生不过如烟 你如何 我依然是我 你干吗 你干吗 你别这么看着我 好 好吧 我跟你坦白说吧 我跟你哥 在一起了 而且是他表的白 我看你满门春风的样子 我都猜出来了 恭喜恭喜啊 争鱼修成正款 你干吗呀 嘲笑一下他呀 之前说什么理性分析 你别 别这样 他脸皮薄 挂不住的 这就心疼上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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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在看什么呀 好认真哦 金融创新班招身简章 你要参加这个啊 我们系辅导员跟我说的 说专业课前五的同学都得去 辅导员跟你说的 金融系本来就是浦大王牌 这个肯定是浦大王牌中的王牌 别的尖子身挤破脑袋抢尽 你还要辅导员来请你 可是这个考试不简单啊 不过我相信你可以的 加油 好 喂 学姐 我刚发你的海报看了吗 胡忠泉教授要来我们学院讲座 我记得你上次翻译的时候 对他特别感兴趣 你要不要来听一听 什么时候啊 周五大午两点吧 哪天下午我要考试 那 那没办法了 只能下次吧 谢谢学姐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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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冷了 你还是让人来死而已 没有啊 再来 继续 体育学院的老师前两天找我了 说学校对咱们这次比赛的成绩很满意 学校决定给我这当队长的 体育学院的保育名额 如果我答应了 但是一毕业也得过去 以后都不能再碰巧了 所以 你已经决定好了 我答应了 自己选的 没什么好一样的 我来普达社医的已经三年了 门心自问 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连 个人经济的一块奖牌都没有拿过 我看到自己的边界了 我看到自己的边界了 我觉得人吧 跪在有自知之明 与其练剑赛场 不如重新来一个跑道 我看到自己的边界了 觉得我临着偷偷偷 我们都是运动员 赛场如战场 如果可以的话 没有人不想坚持下去 走得更远 行 冲你说对话 没看错你 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领古大社医队拿下一块金牌 也是 然而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面已经没有团队竞技赛了 所以 带领普大社医队拿下金牌 也是重任职能交到你的身上 我会跟雷姚连申请的 把队长这个职位让给你 陈俊 我会看着你吗 我会看着你带领普大社医队拿着冠军 我会看着你在这条路上到底能走得连 去哪里 这个群人 还在这条路上 lit up 谁怕谁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要参加 这种创新班的比赛 今天我没课 有在这儿 还没在哪儿 看什么呢 看得那么认真 沪忠泉教授的自传 他是个营销大师 特别厉害 你记得我之前 跟你说王安学姐 让我帮他 发阴暗利的事吗 那里面就有 他做的项目 其中呢 有一家公司 被几个行业巨头围剿了 马上就要破产 都是因为他的绝佳创意 力挽狂澜 绝地翻盘的 我当时看完都佩服死了 而且我看了这本自传 才发现 他其实是一个 特别有魄力的人 他之前不是学营销的 是学计算机的 他准备退学重考的时候 身边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但他还是挺住了压力 奔赴了自己的梦想 感觉他已经成为一套偶像了 算是吧 他周五要来我们学校 做讲座 但是我要考试 学不了 学校 学校 公教 探索 LES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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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走 我带着学弟吧 去哪儿搞得神神秘秘的 跟我走吧 你叫我来这儿 就是来看书的呀 你上次以后你就知道了 说不定 有惊喜呢 走吧 惊喜 还真是惊喜啊 最近看你 因为专业选择的事情一直翻 就想着带你出来转一下 放松一下心情 正好看这儿再办一个叫惊喜的展 逛过去 走 怎么只听到鲸鱼的声音 没看到鲸鱼在哪儿 再等我看 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 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 散播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 不会一直到过去 那天 这是你 对 这是我来一次的 我再来一次的 谢谢你 问她 现在 我们知道 金鱼是一个神奇的物种 它们为了遨游深海 可以承受巨大的压力 为了触摸天空 可以鱼而起 就算耗费再多的能量 也在所不惜 在我的心里 你就像是金鱼 勇敢 坚强 温柔又强大 你可以潜入深海 去寻找彼岸 飞上天空去追求光亮 所以没有什么可迷茫的 无论你选择天空还是海洋 我都相信你可以做得很好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都知谁 谁的梦又不曾美丽过 我都知谁 情的白日梦境 走灯火 风有谁见过 人生不过如烟 一如火 我依然是火 不过如烟 不过如烟 同学们好 我叫胡忠泉 很高兴同学们来这里 听我的讲座 营销是门科学 也是一门艺术 服务于市场的艺术 它是理性的 也是感性的 它需要我们 将平日的生活经验和感悟 巧妙地运作于此 去捕捉 去设计 去传达那些 最能打动人心的瞬间 好了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最后有个机会 让同学们提问 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靠右边第四排的那个女生 你坐着说就行了 胡教授 我之前看了您的自传 我知道您是为了学营销 退学重考的 我觉得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想问一下是什么促使您 做这样的决定的 你这个问题 也让我想起了 我在大学的那个时代 我们那个时代 学校是没有 转系考的机制的 我记得 我当时想转考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 劝我不要冲动 说我学的是 最热门的专业 何必冒险 去做一些不确定的事呢 让热情倾注于梦想 努力去付诸实现 让自己不后悔 加油 走 是 沈娟 我想好了 我神经转系了 我支持你 你不意外啊 不愈晚 我去听了胡教授的讲座 他说人要选择自己热爱的 和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 不能让自己后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来 同学们进考场 这是咱们浦达设计队的对齐 是吗 这是雷教练让我整理的 咱们队员们的设计特点 谈好训练计划 队长放心 我会像你一样 带好我的设计 行 从今天开始 审券就是咱们设计队队长 咱们的下一个目标 是华东区大学生锦票赛的奖牌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点事 有 成绩出了吗 怎么样 过了吗 过了 当生命出现 你疏狂 那是心 纯碎的方向 我们总会有迷惘 人生也总要起航 当你坐在我身边 梦往哪里才是家 我只想 眼空 带一颗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冠军 你好 太帅了 我跟王益阳看比赛的时候 我们几个嗓子都喊眼了 你也不错呀 全国高校营销比赛团队一等奖 个人精英奖 你看啊 这还有几个位置 要不然把你的奖杯也摆这儿 我就算了吧 等我什么时候 有自己的营销公司再说吧 行 我等着啊 你拿了冠军 那进省队的事是不是就能落实了 我这次回来 就是跟省队签协议的 那我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店 我们去吃顿大餐 庆祝你正式开启职业生涯 林梦想更进一步 挺慌眼啊 要一个清蒸和乐馅 要一个这个虾 一份蛤梨 还有两个汽水 两位稍等 马上来 谢谢 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 你还记得那个来我们大学做讲座的胡忠泉教授吗 我记得啊 你的偶像 他们看了我参加比赛的策划案 想邀请我参与他们的工作 约了面聊 小阳老师 你什么时候去 我送你 星期五下午 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五我得参加退队仪式 这么巧 那我跟他们快点聊 争取回来还能赶上 不用 你就好好聊 争取 一次坦诚 来来来 海鲜来了 谢谢 你不是知道吗 我不喜欢吃饺 我跟你说这螃蟹啊 它是韩性 所以它就得陪着姜吃 谁说韩性的就得陪着饺吃 来 小姑娘 你老公说得没错 吃蟹呀 就得有姜 老板 其实我们 老板 我们知道了 谢谢你 你们加蟹很好吃 二位请慢用 你没吃你怎么知道人家蟹好吃 好吃啊 以前怎么没觉得这条路这么有情调 反正是因为要毕业了吧 看风景的心情都不一样了 沈娟 我还有个东西要给你 你看 这是我给你做的日程规划表 你训练的日期还有比赛的都写在上面了 日常训练的话 周六周日我们还能见面 对 等你比完赛以后呢 应该就有假期了 我们可以提前申请年假 到时候出去旅游 听你的 你想怎么安排我都行 嗯 那你先给我 巴尔给我 转过去 好 我现在安排你背我回家 我现在安排你背我回家 行 那你可坐稳了啊 慢点 慢点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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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正式开启职业生涯了 李教练 谢谢您 这几年 在您身上学会了很多 是你自己努力才换来这些成绩 作为你的教练 我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教给你的了 但是我还是要啰嗦两句 今后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 你都要全力以赴 记住了 你是浦大设计队出去的 我会的 今天是你在浦大设的最后一枪 这枪之后 你在浦大的运动生涯就正式结束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吧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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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情绪 检查情绪 上胶强带 essa 交还枪下 好 归队 辅大一七级射击队员 退役仪式完成 祝你们虔诚伺锦 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呢 谢谢你们的肯定 很期待你的加入 我们怀城见 怀城 是要去怀城工作吗 是的 因为市场营销呢 是我们整个团队的核心岗位 所以工作地点会在怀城 这样吧 晚上呢 我发一份交易到你邮箱 然后你回去考虑一下 那月底之前给我答复可以吧 好 我尽快答复你们 走啦 露海 来 还不回去啊 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办 一沾枕头 就梦到当年我们在市队的那个宿舍 可能是因为 我实践生涯就要结束了吧 你还记不记得 市队门口那家唐朝栗子 特好吃 记得啊 我还记得当时你响家哭鼻子 市教练还拿栗子安慰你 你就没记得一些我光辉伟安的时刻吗 我也记得 你这几年很努力 也很拼 你为了自己的设计梦想 付出了很多 不仅是我 还有雷教练 我们都看在眼里 我真不想走 我早就习惯了每天起早贪赫的训练 你也习惯了取枪站在赛场上射击 更习惯了和你一起兵肩作战 我知道我没能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 但十年的运动生涯 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 不过有机会 我还愿意和师兄一起并肩作战 但我知道了 没时间了 职业运动员的路太窄了 连宁远都没能走过去 我就更不可能了 我的职业生涯就到这儿了 我的职业生涯就到这儿了 但师兄你 一定一定一定要好好地走下去 接下来 我要去当一名体育记者了 说不定哪天我还能解说你的比赛呢 到时候我就可以指着赛场上 我们最闪耀的人 告诉大家 沈隽 冠军 他是我师兄 他还是最棒的宿舍运动员 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看你跟荣怀在说话 我就出来等你了 哦 对了 你今天怎么样 顺利吗 嗯 荣怀他 你还好吧 你还好吧 我没事 竞技体育本来就是划山一条路 越往上走人就越上 从我决定踏上这条路开始 我就已经做好了一别的准刃 你还好吧 当听到那一句 俊也起来接客 瞬间红了眼眶 仿佛过去的时光又回来了 我们一起背着书包 骑着单车 彼此追赶 一路大笑 时间一晃而过 我们即将走向那个叫社会的世界 而此时还能坐在彼此身边 吹着对方的肩 虎着找不着北的调 红着眼说一声 有你们真好 爱情在掌心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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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事在眼眸流淌 在掌心发芽 我们未完的故事 我们未完的故事 写到哪儿了呢 多想拥抱你啊 想和你一起追梦 我们梦想和你一起追梦 我们哭过笑过的 青春是心窝的彩虹 多想温暖你啊 想陪你看世界最美的风景 我们说好的 我们说好的 不散不忘 不分离 你想听我唱吗 心间遥远的风雨 是我偷偷为你 许下的一个愿望 我要为你种下 那身边月红色的荒野 我很想听我说的 恋爱啊 雨后的天空 留下我们绚烂的梦 石光是一朵梦 原来你已把它收藏 我们心里的梦 已经牵挂 一起去看远方